这个礼拜,原则上,或者你们回去可以再try一下,因为这边还有下一个翻译,保险费 这个保险费的画面基本上稍微更复杂一点,不过多一个性别 性别多一个下拉选单,因为前面都是用填资料的方法 当然有些地方呢,性别如果自己打男女有点奇怪 最好是怎么样,下拉,或者甚至是什么呢 那个radial button,就是那个选的,单选的 那最后也是一样,有三个按钮 OK,那再来就是程式,这边怎么样加下拉选单 那程式码怎么做,下拉选单的程式码 那我这边有一个基本的范例,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让它在开启的时候呢,自动帮我把资料男跟女放进来 那让使用者去做选取 再来的话,相关的程式也在这边 那各位可以回去呢,看有时间可以先试试看 那或者是说,把这个地方看看怎么样 如果对资料库比较有兴趣的同学,也一样可以怎么样 把今天的范例改成这个保费计算也是一样可以 那这个用途就很广了 因为你会发现,其实很多每天他们在做的事情都在做这些事情 那只是说写到哪边去而已 如果说你可以开发出一个这个东西的话 就可以给你底下,比如说你是主管 你就可以制定一些规则,给你底下的人去做 照你的方法,给你你要的资料 那你后续要处理就很方便了 OK,那这里的话,我想已经完成同学 可以稍微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几个范例练习 我给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